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臣 吴京跟各位聊一个生活美学 跟独藏生活美学 我在网路上跟我儿子聊天 我儿子在美国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聊一聊 他们的时间刚好颠倒 那我就聊到 我常常会讲说 我说这个忘恩负义 欺世灭祖 这就是一个师门里面的两大借条 最重要就是不要忘恩负义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节目里面 常常会讲说我的恩师李世海先生 我常常会讲 还有我以前初中的国文老师王振子先生 这些人都是鼓励我 为什么会讲到初中的国文老师王振子先生 我还有其他恩师为什么会讲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是人生的一个转利点 人生在那个时候做了很大的转动 我小学读初中 考初中的时候 考到海清中学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市立的学校 市立八中 是七中 然后我们读的是海军的学校 那王振子老师就是我初一的这个国文老师 他 他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读文言文 他发考件的时候他说 我们班上有一个五中成同学 他的解释他不按照这个课本里面的 他完全按照他的口语 解释的非常通顺 所以他认为说五中成同学 这种解释的方式 这种解释的方式就表示他读懂了这个文言文 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句强心真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考大学 我的国文课 我的国文的那个分数 基本上除了作文扣了几分之外 其他全部是满分的 所谓的扣了几分 那都是一些客观的因素 所以我对我自己作文应该有相当的信心 而且再来就是 以前的国文都有写作文 写作文我们的老师给我的评语都很好 王振子老师 我的恩师 因此我认为说 因为平常讲话也还可以 所以我想说我应该有信心 后来我在初中的时候 当时我住在海军眷村 左营海军眷村 蛙人村 那我在那个海军子弟的文艺青年的培育那一集 我放在下面各位可以看 当时我看到报纸上 当然当我们家已经有了 已经有开先例了 我大姐在高一 在高一的时候就在报纸上投稿 就登过 还参加过那个海军日报 当时海军日报是海军办的报纸 海军日报的什么小作家联谊会 他也参加过 他非常得意的 再来就是他读高三 我二姐读高一的时候 两个人合起来写过很多的那些 还有画图 我二姐画图 他们两个人写过很多的文章 在报纸上刊登 那时候是签字排版的 那个图像是要用PS版 当时能够做成这样 都是专家画家才有这个资格做这些东西 但他们两个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完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里程碑 那时候我读初中 我读初中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奇怪 我们平常这个同学里面 有人也不怎么样惊人的样子 也没有什么特殊才艺 怎么搞 他就写的那个文章 就登在这个报纸上了 复刊嘛 那内容我大概还记得就是什么 他妈妈教他煎鱼 怎么样煎一条鱼 这么简单的西中平常的事情 哪一个人不会啊 哪家的烟囱不冒烟啊 这居然还能够登出来了 简直画家常嘛 当时我不会去想说 可能他们家里跟这个编辑是有关系的 我没去想这些东西 我只想说 因为报纸嘛 是一个开放场域嘛 是无遮法会嘛 于是我也投稿 我把学校作文的稿子稍微修正之后 修改之后 也没有找过任何人帮我辅证 我就去投稿了 我这一集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 反正是两次被退 那没有退稿 投稿两次是不同文章 第一次没有上稿 很失望 第二次又投稿 又没有上稿 于是也很失望 于是我就再也不投稿了 我想这个投稿跟我无缘了 因为其他投稿无缘的 我们家还有五个兄弟姐妹 我大哥也是被退稿 因为他是画漫画 画漫画的话 他原稿必须退回 你要付回游退回 我三姐后来读师大教书 我都教了三十年的老师 他也投过稿 还有好多个笔名 但是他从来没有上报过 我大哥也没有上报过 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可是一直到我自己成家生孩子之后 那时候我已经 已经出了一系列书 十二册 那是专业的东西 也开课 也在讲课 所以我想说 我对报纸 因为那时候在台湾的两大报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基本上他的副刊全都是一些 一些达官贵人 他们在那边画家长 或者他们的子女在上面发表文章 乃至于说一些教授学者 那些东西我都不 基本上不愿意看 懒着看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离得太远 他们是另外一个圈圈 可是那后来报纸改革了 副刊改革了 由年轻人来掌盘之后 他们就鼓励广大的写手 刚才讲的那些有些是什么 父亲可能是得过什么什么 什么军中什么什么 奖的人的子女 所以他们的文章 实际上没有像他们宣传的 那么样子的精彩 或者是怎么样伟大 实际上以讲眷村故事来讲 我这边有满坑满谷的故事可讲 那这我们暗下不提 我们来讲 就后来我在 因为看到我的孩子们 逐渐长大 相互这个生活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 是非常有趣的 这就是所谓生活美学 于是我就写了一些文章 就送到记得报社去 当时的那个文章 还是用信跟信封 你寄到报社编辑部去 那之后就是用电脑 用网络 用文书档 直接E-mail过去 我最早以前发表飞行禅的时候 还是用写的寄过去 写绿色稿纸 用手写 寄过去 那是在中国时报 第一个是在中国时报发表 然后之后在那个华航半月刊 也转载过 另外一个是讲义杂志也转载过 那至于其他的那个 没有给转载搞仇的 转载过多处 那我们就不在这边讲了 那些都是这个名门大派的人 才会用正规做法 那结果我就开始写这个文章 我就发表在这个 最早在中国时报上 我真感激中国时报的这些编辑 那算是我的贵人 虽然我没有跟他们当面答谢 但我在这边 他跟我的老师是一样的 于是第一篇出去之后 我很高兴 应成签字嘛 那时候其实报纸印刷页 可能已经开始用电脑排版 印出来 我就好惊讶 我就给我们家人看 当然我也给我孩子看 于是乎引发了我的兴趣 我就常常写这个 我们的家庭 就是我有一儿一女嘛 那我儿子读国中的那个国文老师 是他小学同班同学的爸爸 那这个我这在他那个我儿子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过 这老师是师大国文系毕业的 他人非常的这个认真 所以很多老师都很认真 他把那个报纸看完报纸复刊里面精彩的文章 他拿来之后 他把它剪下来 像简报一样 拿去复印 复印成大张的之后 贴到他教的那些班级的那个后面公布栏上面 就是好的文章来公开让大家来学习 因此 我儿子就 我儿子就 人家同学们都会去看嘛 看后面公布栏一看 看了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蛮有趣的 就讲我们家里的 比如说一瓶道场 我们家很小 我们在家里练毯子工 所以那个其实不止一瓶大了 至少有两三瓶吧 但是在客厅里面练毯子工 所以我叫那篇文章叫一瓶道场 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 还有欢笑下饭等等 那是要写的 很多人转载我的文章 那结果我儿子 当然他也会去看一看 因为这是我老爸嘛 吴忠诚不是他老爸写的吗 那当时我有的时候会用笔名 我的笔名叫吴大佑 因此他就看到说 哎呀 老爸你的文章 我们老师常常剪在那边 因为他老师也认识我嘛 所以 所以我 我儿子读国三的时候 要考考高中的时候 我曾经到学校去 他要求这个家长到学校去 这个去座谈 我就去座谈了 我去座谈的时候 经过教务处 教务处那个先生 你儿子叫什么 我说我儿子叫什么 他马上就翻到 他很熟 他还有一个妹妹在学校 因为他们两个只差一岁 都在同一个学校 马上就翻到了 翻到他的那个 从一年级一直到三年级的成绩 告诉我们他将来落点 可能考试落点会在哪里 因为我很惊讶 我说学校这么多学生 你怎么都记得 我女儿跟我儿子差了一年 但是他们两个月份 我儿子早读了 所以两个人差了两级 我女儿读一年级的时候 我儿子读三年级 读大学也是这样 我很惊讶 他说全校师生都认识你儿子 为什么 因为他名字很奇特 再来就是他很可爱 很活泼 一点也不确 一点也不确身 等等等 这些我听到这些 我都觉得很高兴 因为这都是我的训练跟教育 家教有功 因此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挺有趣的 那我儿子也觉得很有趣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看 我们家跟别家不一样 别家的父母没有像我们家这样 跟孩子这么贴近 我说相濡以汉 你看人家练功的时候都流汗 我也流汗 他也流汗 但是这个父亲差了30多岁的人 32岁 我跟我儿子差了32岁 跟我女儿差了33岁 所以我那时候还有体力 30多岁 现在60多岁了 那时候我有体力 你要手把手的教他这些功夫的时候 都要流汗 示范 包括剑道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就相濡以汉 这是我们家的 这个家教的这个传统 那他当时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神的时代 那个他当时就相信 我就想说 你这文章老师给他批的都很高分 而且还给他 把它copy以后 贴到后面公布栏 要让大家参考 我说 我说你这个文章不错 稍微改几个字之后 你可以投到报纸上去 他说他不会 我说你写好之后我帮你投 因为我不会用 我不会抄你的文章 就用你那个娃娃字 我就投到报纸上 也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 居然把它看出来 当时他只有国中 国中几年级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反正这是很重要的 我说这个报纸你留着 这是你一辈子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情 于是他高中的时候 他也参加这个 那他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时报 还有联合报 联合报比较难上 那中国时报 这个在我 他高中的时候 那个编辑他们设计了一个 就是跟厂商合作 就是真文 真文里面的奖品都是由厂商提供的 比如说日本的三多粒啤酒 三多粒的威士忌 或者是什么汽车公司的合作 还有奖金还有赠品 除了你的文章登在报纸上之外 还有在他们相关的刊物上面 就是你不要坚持版权 他会印在那上面 会印在他们的某些刊物上面 你不得意义 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那种T恤衫 还有那个什么 三多粒脚瓶的那一瓶威士忌 我拿到之后 这十几年之后我才喝掉 因为没有机会喝酒 诸如此类的礼品很多 还有奖金也不少 因为你的稿费可能一篇只有四百块钱 可是你的奖金一次大概就几千块钱 乃至有的时候还有上万一万块钱 当然不是利诱 而是以前我们认为 这自己的文章被人家用签字拍板 以前是签字 现在是电脑拍板 但无论如何在报纸上发表 那就是很多人看嘛 受众很多 那昨天我跟我儿子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特殊经验 你这个 启蒙的人就是我了 我不用说自己这个 自己自夸或怎么样 因为其他的家长没这个能力 也没给孩子去做这种安排 这种引导 那我有 所以我就做了安排 做了这种引导 然后他也很好 那我说他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在报纸上发表很多文章 甚至于还有一次真文的时候 他进入准决赛 所谓准决赛就是 所有佳作都到那边演讲 很多人都是退休的老师 因为这个是无则法会嘛 那他一个高中的学生 当时的那个裁判是 台湾一个名作家 在讲评的时候 还特别讲说 他很有 就我儿子 很有这个夺冠的这个希望 因为他从容不破 凡子种种 我都觉得很得意 那时候还没有数位像 没有所谓的 我还没有DV录影机 那时候还没有DV 那时候是用这个V8 我当时也没有V8 所以我没录 但是拍了几张照片 现在还在 他非常的这个从容不破的演讲 当然在这之前他也在家里练过 然后我也经过校正过 我觉得这都是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嘛 但他否定 他认为说 报纸这个媒体早就没落了 那他之所以会登在报纸上 是因为什么 因为投稿的人少了 我说你何必 何以这个自卑如此啊 为什么我今天会聊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是一个人的回忆录 那个人是民国30年生的 在台湾出生 他是日治时代的时候 他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读小学 然后后来1949年 国民党来台湾 其实1946年 国民党就已经来台湾接收了 经过了228等等一大堆的东西 所以他写的回忆录里面 就讲了很多 一直到他读高中的时候 读台北的建国中学 他因为喜欢文艺 从小喜欢这个 喜欢钻研各种东西啊 所以他喜欢文艺 他去投稿 他投稿投到 他写的那个小评短篇 短文寄到报社去 寄到各个报社 通通都被退稿 退了多少次 16次 16次 最后一次 终于有一个报社 一个报社 用了他的稿子 用他的稿子 原因是刚好那个时机 那个稿子里面讲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非常有趣 那个故事的来源是 他听他爸爸讲 他爸爸只有读到几天的书 但他很会讲故事 也喜欢阅历 所以经历很多事情 所以他爸爸讲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他的经验 好像马可波多游记一样的故事给他听 他就把那些故事串联起来 然后做一些修饰 结果后来他写了一本这个大和小说 台湾的大和小说 也就是讲说 他从那个追缩到他的祖父那一个年代 他祖父从那个大陆来台 叫唐山人嘛 唐山贵害来台湾 然后到他父亲等等 他们这个家 这个家庭 怎么样子这样演变 由他家庭来映射整个的时代背景 这是大和小说 比如说像已故的这个教授齐邦元女士 他写了很多嘛 滚滚疗河啊什么之类的 那都是这么厚的 砖头厚的 那有 如果你有空或有兴趣的话 才会翻阅 没空没兴趣的人不会翻阅 因为大和小说都是乐乐等啊 王大娘的国脚部 结果他这些这个手稿 他寄给谁 寄给钟肇正先生 钟肇正是一个客家人 也是一个文坛的那个大佬 钟肇正写的最有名的就是 鲁冰花拍成电影的啊 他的原作我没看 我看了鲁冰花 我是 台湾的电影能够让我落泪的 极少数的的第一个鲁冰花 因为他里面的情节很合理 而且故事很感人 那钟肇正先生实在也真的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文坛的这个 这个大佬 他居然把这个大和小说从头看看完了 真的是 而且还把里面很多地方错误删改 删改说这个不符史实啊 那这位作者刚刚讲那位被退稿16次 那个他第一次上报的那篇文章 叫什么什么什么之义啊 什么什么鸭之义啊 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他把那个那个战役的地名放在前面 那不是他原稿的名字 是报社给他改的 是因为当时要对日抗战吧 对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吧 或者台湾光复纪念日的 刚好是碰到这个时机把这篇稿子拿来 拿来登了 那是他闯了那满头 16头包之后才得到的结果 结果钟肇正先生给他批评说 你这个故事的那个那个这个名字啊 你前面那个地名错误的 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地名 是领导那一次战争的 的一个意识的名字 那至于说那个后面的情节 那个我们就不提了 那个我们在那个小说跟真实 那一集我们再来聊 那个小说跟真实是需要改变的 真实有多少苦涩难以下咽 必须要认识 要辨造或者拼接等等的 那也都是小说写作技巧 我们不在这边提 我们提的是投稿这件事情 他投了16次第一次上稿 搞得到他高兴的要死啊 全家人都为他高兴 然后他拿给他同学看 什么什么 一位高中生能够上报纸 那是要不容易啊 等等的 可是呢我要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我跟我儿子在比辽的时候 我想说台湾有名的一个作家 白先勇 白先勇的爸爸就是白崇喜将军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喜将军 白先勇写了很多小说 有的都拍成电影了 好几部小说都拍成电影 白先勇说他当年 他当年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 他的国文老师就鼓励他 他初中的时候开始 他的国文老师就说你文章 学得很好就给他 帮他发表在那种学生的刊物里面 所以使得他很有信心 读到高中的时候 当然他们办校刊那些东西 当然文章要上就很容易嘛 没有阻拦 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当然很容易上 于是他高中的时候 他又开始写小说 但是一直碰壁 碰了多少壁他都没讲 因为一个高中生想要写一个很感人的东西很难 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不够嘛 于是他读大学的时候 他还是这个不死心 他读大学的时候读成大水利系 是工科的 读了一年之后 他说每次画图的时候 墨水淹到基建制图 建制制图 他觉得这个行业更不适合他 他还是写小说会比较好一点 于是他就转学考试 考取了台大的外文系 可是他也不是用外文系 来做他的成名之作 于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去旁听国文系的 去旁听国文系的教授在演讲 他旁听的主要是什么 是小说写作 当时教这个小说写作的教授 叫叶炳庆 我这边也讲过他的文章 叶炳庆教授 他们有短篇中篇跟长篇 我觉得如果要做长篇小说的教授 指导教授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长篇都是这么长的东西 你要从头看到尾 真的是 而且尤其他是旁听生 那每一个上课的学生都要交作业 别人交一份作业 他交两份 结果他期待于叶教授给他的评语 结果叶教授就发还了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了不起写个月 我们以前老师只要在你的作文上面写个月 就表示你这个东西平淡无奇 不值得他做评语 他非常诧异 甚至于他去找老师理论 老师下了课就走人了 所以他也没办法 而且他是旁听的 一直到他成名之后 有一次他演讲的时候 好像到台大演讲的时候 刚好叶教授也在现场 他就讲说这件事情 他问说叶教授当年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样子 这个对他这么样子的鄙视 结果叶教授起来就回答他讲说 我就是要这样的考验你 不经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林寻的石头的话 激不起巨大的浪花来 当然这也是文人的托词了 实际上我想白金勇当时的 这个小说可能也不够精彩吧 至于说他文章有多精彩 各位喜欢他的人就喜欢 不喜欢的人可能也没看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的是白金勇说 他以前 他以前也是在各个报纸上 发表他的那个短篇文章的时候 他连续碰壁了20次 最后才有一次上了报 20次碰壁 我在初中的时候碰壁两次 我就不再不再投了 绝比了 不再投到报社去了 我认为报社可能跟我无缘了 我相信有这样经验的人 也不在少数 还有其他人很多人都是这样 包括一些大学校校长也是在那 他以前想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因为古人说的三不朽 立功立德立言 立言就是这样 在公开发表言论就是这样 那之后我发表过太多了 不管是时事评论还是乃至于说其他的东西 乃至于这个工业管理方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已经写过太多东西了 基本上那时候两大报 中国时报、联合报天天都有 还有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的复刊 我都在上面都上过 甚至于苹果日报 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也上过 我还甚至还帮人家 不是帮人家了 就是用人家的名义投稿 然后也上过 这在在都可以证明说你的能力 另外我也曾经帮我的老板大老板 他是某某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 有人讲说这些所谓基金会都是洗钱 我们不管他洗钱或怎么样 但他总是要有发表一些刊物或者是演讲 他的演讲稿我曾经写过 我曾经写过他的演讲稿 稿筹都非常丰富 绝对不是一篇四百块这样简单 诸如此类都是十年磨一键 就是你要常常砥砺自己 我就跟我儿子讲说 你何不这样子呢 我儿子就讲说 现在纸本的报纸通通都要一家一家关门 我说没有错啊 所以要转移到自媒体 那我儿子又给我教训了一下 他一直说 你的自媒体的订阅人数不是很多 点阅人也不够多 怎么怎么样 说不是你的内容不好 而是现在的人的趋势 就喜欢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说如果说我们要投其所好的话 那就是什么同流合污 那就是 这不是我 我宁可什么 宁可倾机不愿佐保 所以我认为说我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就坚持 以上就跟各位想 聊聊这个投稿的经验 所谓投稿以前很艰难 现在自媒体开放的 你哪怕你的东西没人看或怎么样 只要你里面没有毁赢毁道 毁什么 或者有犯法的嫌疑 他也不会黄标 也不会红标 甚至不会删除 你何妨也能现铺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东西的话 那另外提一下 我常常会讲说 我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我儿子跟我女儿了 这后面的东西他们都学过 18岁以前都学过 照理说我应该找他们出来示范 为什么找我的徒弟呢 徒弟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那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各个职位上面 他们不方便曝光 我上自媒体的时候 已经50多岁 应该是60岁 将近60岁 我才开始做自媒体 59岁 为了要保留这个眷村文化 所以才开始录影 之前我没有想过说 要抛头露面这样讲 讲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讲了 开讲了 就停不下来 可能要until to die 以上跟各位分享 活到老 血到老 说到老 玩到老 谢谢